自衛機器人 智慧機器人其實在台灣發展也是有一段時間 那隨著最近這個 不管是早指化的問題或是疫情的問題等等 那個缺工的這個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也導致說機器人的發展上 它的應用會越來越高階 要做的跟以前更多更不一樣的事情 在這個情形下面 機器人的應用其實最高階的時候 它軟體所需要負擔的工作就越重 那台灣目前其實並沒有專門機器人軟體開發的公司 大概都是以一些專案性質為主 或是代理國外的軟體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台灣目前的一個劣勢 但是也是一個契機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去 用軟體技術去加持這些機器人的話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國際的工業機器人發展上 都可以站到一個蠻好的一個位置 那所以說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搭配了現在 還有Robot Steel Controller 這種東西的發展 然後用一些雲端的數位分身的技術 讓機器人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 做到更好的一些應用的效果 希望讓這個讓台灣可以成為機器人一些高階加工技術的 這樣子的一個領先國家 那當然這個機器人的軟體應用有蠻多種的 那當然我們今年度的話呢 大概有兩個重點 那第一個是記得我們在去年度的時候 我們就 針對這個機器人的產線 我們做了一個 數位分身戰情這樣子的應用 那主要比較的特色是說呢 我們在這邊 不是說只針對一個機器人 一條產線上面可能會有很多台機器人在做一些協作 所以針對一個多機產線這樣子的情境 我們怎麼樣去反映它的戰情的狀況 怎麼樣去做 在雲端上面去對它的路徑設計等等做一些協作 那我們在去年有一些這樣子的成果 那今年度等於它會變成一個應用系統來去執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今年度我們發展一個重點是人機協作的部分 雖然說現在自動化 大家很希望製造業可以越來越自動化 但是現在事實上還沒有完全的全自動化工廠 人還是在你都佔了一個角色 所以人機不管是合作還是協作 其實在現在的環境裡頭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們今年也會在這邊研發一些技術的 希望透過對機器人的控制 對這個產線上人的這樣子的一個觀察 讓人機協作的這個情境下 讓機器手臂可以去補償人的一些 不管是疲勞啦 或是一些倦帶造成的一些運動範圍 或是它作業的這些缺失可以讓機器手臂去做一些補償 大概是我們今年也會出研發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項目 其實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在台中有一個智慧製造營運的這個試營運的場域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其實是那個場地其實蠻多不同的製造業 所以想要去嘗試一些新的產線的時候 那個地方我們都可以做一些測試 我們這個東西其實在那個場域裡頭有一個戰傾向呈現 其實都可以做相當好的一個示範 那在這個機器的應用上面的話 我們去年也在一個汽車板件這樣子的一個產線上面呢 用我們這樣子這個整個戰情協作的方式去觀察這個機器手臂 這個有偏移衰退的情形 然後即時去做一些矯正 都反映出了一些蠻好的一個效果 那未來的話當然我們就會在 因為剛剛提過我們做一些人機協作的部分 所以未來我們的這個案例的話呢 我們也會在這個人機協作的產線上面 去把我們這樣子一個技術的好處呢 在那邊做一個驗證也做一個示範 希望可以帶動這個製造業這些人機協作這些應用的這些發展